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白河 感谢关注 今天分享的文章是 甲平蛙的一篇散文 心上有个人 才能活下去 一起来听 大凡世上 做愚人义 做聪明人难 做小聪明义 做聪明到愚人更难 当五十岁的时候 不 在四十岁之后 你会明白 人的一生 其实干不了几样事情 而且 所干的事情 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性格为生命密码 排列了定数 所以 性格的发展 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 不晓得这一点 必然能为弱者 弱者是使强用狠 是残忍的 同样也是徒劳的 我终于晓得了 我就是强者 强者是温柔的 于是 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 别人说我好话 我感谢人家 必要自问 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 欲人亲我 肯定是我无可重处 若有诽谤和诋毁 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 在屋前种一片竹子 不一定就清高 突然门前客人稀少 也不是远俗了 还是平平尝尝着好 春到了看花开 秋来了就扫夜 杭州的一个寺里 有幅门帘 是 事命也是欲也 缓缓而行 为名乎为利乎 坐坐再去 会活的人 或者说 取得成功的人 其实懂得了两个字 舍得 不舍不得 小舍小得 大舍大得 世上的事 认真不对 不认真更不对 执着不对 一切是做空也不对 平平常常 自自然然 如上山拜佛 见佛像了就磕头 磕了头 佛像还是佛像 你还是你 生活之泪 就该少下来了 人最大的任性 就是不顾一切 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只有这样 人才可以说 我这一生 不需此行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 说自己孤独的人 其实并不孤独 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 而是无知己 不被理解 真正的孤独者 不言孤独 偶尔做些长相 如我们看到的兽 作为男人的一生 是儿子也是父亲 前半生 儿子是父亲的影子 后半生 父亲是儿子的影子 为什么活着 怎样去活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也不去理会 也不去理会 但日子就是这样 有志 不无知的过着 如草一样 逢春生绿 冬来变黄 人生的意义 是在不可之中 完满其生存的 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 在有为中感到无为 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 未适应而未能适应 于不适应中寻找适应的 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完满 这就是活着的根本 所以还是不要论他人短长是非 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 让人去论 不热线 不怨恨 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 这就是性格和命运 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 试想 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 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 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 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 圆就是运动 所以车轮能跑 浪窝能悬 人何尝不是这样 人再小 要长老 人老了 就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 老和少是圆的结笋 冬过去了是春 春中秋收后又是冬 老虎可以吃鸡 鸡可以吃虫 虫可以拾杠子 杠子又可以打老虎 咱能改变的去改变 不能改变的去适应 不能适应的去宽容 不能宽容的就放弃 何必计较呢 欲人亲我 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 当然 我不可能一辈子只石破烂 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石珠呢 我知道 我的头顶有太阳 无论晴朗还是阴沉 而太阳总在 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 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 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 而不变的是石头 就像天空艰难刮落虚浮的库霜 让天空走向树木和安静 让我在你的庙里 静心地修行 边修边行 心上有个人 才能活下去 人过的日子 必是一日遇佛 一日遇魔 我看上的是至今 仍不肯说出一句 我也爱你的人 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 一等人忠诚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填 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 好读书能受用一生 认真工作 就一辈子有饭吃 第二句话 仍是一句老话 欲不避江海 要之去够 马不避骑 要之善走 做普通人 干正经事 可以爱小零钱 但必须有大胸怀 第三句话 还是老话 心细一处 在这个世上 欺骗的事也太多了 真的也成假 假的也做了真 甚至自己也需要欺骗自己 我还不是常常这样 或许或许 我突然想 我的命运 就是佛桌边 燃烧的红浪 火焰向上 泪流向下 俗话讲 人老了三个特征 怕死 爱钱 没瞌睡 人要是活着没用了 这世上就不留你了